大家好,我是北京北京记忆 1993年是个不寻常的一年 那一年,我不到30岁 那年有很多的记忆 使我最难忘的 就是在手提 我投资了将近100多万 和几个特别要好的朋友 李济、王维、四哥 共同干了一场 跨世纪以来最大的一场 摇滚演唱会 有窦围、指南针、呼吸 女子眼镜蛇、王迪、张楚 很多很多的摇滚 欢聚一趟 这次我们请我们赵小鹏先生 昨天我们的直播是 和我们南京新闻台的 文美金天地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见到面 那么小便很多听众朋友都要问 赵小鹏先生做一番介绍 我想陈小说还不如让我们赵先生来说一说 因为最了解的还是他自己 那么赵先生欢迎你走进我们的直播去 首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一聊介绍 但是那一年我干的演唱会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罗奇 他让我很感动 大家也许知道 那一年罗奇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当我到医院看他的时候 他第一句说的 哥 我不会耽误演唱会 那时候距离演唱会 也就有一个月的时间 当时我真的很感动 今天我给大家展现 让大家看看 罗奇在发生意外 一两个月以后登上舞台的那一瞬间 选择坚强 我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活到後來就能夠把握手的臉 能讓你過去回去感覺 很像我都哭了不再是我的臉 還在手前跟絕望看起來我自己 都說那裡的一部空氣的臉 我以為我能夠 能夠把握手的臉 在背上的臉 讓你先別忘了我 不能把握手 你不只要我一個人嗎 讓你左右的這樣撐住我的身段 衝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台上的观众不断地欢呼 不断地涌动 那种激烈的场面使我难忘 那时候我非常地瘦 好像棱角还很丰富 这里有很多段 是我妈妈在主席台上拍的视频 那时候我妈妈酷爱摄影 很投入 她给儿子留下了这终身难忘的记忆和画面 谢谢我的老妈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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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年